大家好,我是Den 5月24日正式回归的Nujiis 今天4月27日发表了先公开期Pobelgom 这首歌在不到12小时就超过了600万的观看 获得了非常高的人气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Nujiis Pobelgom 韩国网友们的真实反应 Tito的夏季版本一样,太喜欢了 果然不让我们失望,真的太棒了 怎么看都不能让民警辞职 MV是很漂亮,但是歌曲不怎么样 这MV有趣又可爱,平静又柔和 还让人微妙的想起过去的学生时代 有点伤感呢 歌曲本身或许没有特别新鲜或创新的地方 但似乎是Nujiis独有的色彩和感觉 让这首歌活了起来 不是主打歌,所以应该没什么关系 但是感觉很平凡 看着Nujiis的MV,听着歌就会觉得很疗愈 大部分都是正面的反应 负面的反应也只是很平凡而已 所以对于Nujiis的先公开曲Pubblecom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然后就是极口在4月26号发表了 与Blackpink前你合作的新曲Spot 这首歌再公开不到一天就登上了 每轮Top 100排行的一位 MV观看也超过了760万多 拿下了非常耀眼的成绩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极口新曲Spot 韩国网友们的真实反应 在不是YGMB的地方看到杰尼感觉很新鲜 哇,两个人的默契真的好好 比期待的还好 杰尼的声音一出现就起鸡皮疙瘩了 听完这个后特别期待杰尼的速度了 真的什么都很厉害 真的很棒 现在K-POP街发生了重大事件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 还能有这样的人气暗话题信 如果是在平时的话 肯定会更加爆红吧 哇,两个人的默契都让我嫉妒了 因为我是极口粉丝 杰尼真的太美了 哇,歌曲MV两个都疯了 极口这个疯子 这么快就登上了 因缘排行的一位 真的是太厉害了 所以极口的新曲Spot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姚家里的一个笑话 动摇了Cube股价 姚家里的迷你和雨琪 出演了Super Junior D&E的频道 合约剩下多少了? 一年 那现在就要开始谈一谈了 我最近去公司的话 就是这样躺着 自己说完后哈哈大笑 有什么续业的时候要注意的事情吗? 有想要公司希望做的事情吗? 比例? 可可可可可可 合约本来就是要谈那些 不管怎么样你们努力了7年 如果以后要一起走的话 一定要说好详细的条件 因为公司也一定会提出的 说实话Cube对我们是真的很好 因为有一次我们跟公司开了玩笑 什么玩笑? 啊 只剩一年半了 在综艺中常出现的续约梗 结果股价下跌了 老板说你们不是真心的就不要再闹了 不过Cube对我们真的是非常好 好多让人怀疑 在其他公司我们还能得到这样的待遇吗?的地步 真会说话 我来韩国8年了 说的这么直白应该都会续约的 希望姚家里的能长久下去 开这种玩笑 要与公司关系良好 并且续约的可能性高时才能开 我觉得就是这样 同天安妙的这个节目很有趣 与其mini也都很好笑 希望我家爱豆也能出来 每次都感觉到与其真的很了解粉丝们的心情 不让粉丝们担心 希望能长久看到姚家爱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